凤凰新闻细心含量大驻法大使与法国外交记者协会交流实录 12月15日0点28分今天的最热辣的啊 他说2022年12月7日卢沙野大使应邀出席法国外交记者协会 哦行可以等会改 期间呜大使就中国疫情防控台湾问题 中法和中欧关系一带一路倡议 乌克兰危机欧美关系美元霸权等问题回答了提问 答问实录一下 问大使先生我们注意到最近在中国出现了反对疫情政策的防疫政策的街头游行 请您介绍一下真实情况 答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初 我们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 中国政府立即通过世卫组织并随即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控疫情 2020年1月23日即报告新冠疫情病毒不足一个月 中国政府就决定对武汉这座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控管理 封禁管理来切断病毒传染链 中国也暂停了往返外国的航班 得益于这些严格的防控措施 幸运的是两个多月后 准确的说是到当年的4月 中国就成功的控制了疫情 在4月中旬中国已彻底的清除了疫情 本土已经无新增病例了 但同时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 疫情爆发 中国需要防止境外病毒输入 但我们不可能与世界完全隔离 中国与其他国家还有接触和航班联系 这也是我们实行动态清零政策的原因 一旦有病例或输入病例 我们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2020年这一政策执行起来相对容易 因为早期变异病毒的传染性不像现在那么强 很容易发现追踪消灭 2021年的情况也如此 所以在这两年中国的老百姓完全是自由的 可以自由流动 外出旅游 自由的出入商店和餐馆 但在国外却是另一番景象 包括法国在内 很多欧美国家都进行了封禁 餐馆也无法完全开放 我注意到中国使馆附近一家餐馆 关了将近一年 在这两年里 当中国老百姓享受自由时 国外的世界却处于封禁之中 在近三年时间里得益于动态清零政策 不统计港澳台数据 中国大陆仅报告了大约5235例新冠死亡病例和40万确诊病例 台湾地区报告了840万确诊病例和1.4万例死亡病例 美国则报告了100万死亡病例 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4倍 问近期在中国发生游行的示威中 我们听到人们喊出一些非常敏感的政治性口号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中国人会喊出这种口号 您如何解释 答我知道你们只对政治口号感兴趣 问这很重要 答这个问题我马上会谈到 凭借动态清零政策 中国政府挽救了超过400万中国人的生命 否则中国人死亡人数将达到4到500万 感染病例将达到数亿 现在中国之所以要调整动态清零政策 是因为奥米克戎便于毒株的传染性虽然强 但致命性却大降低 因此中国政府于11月11日进行了进一步防控工作的优化 就是20条来放宽动态清零政策 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并没有安全理解中央的意图 地方政府在看到新冠感染数字迅速攀升后感到手足不错 要回到老办法来控制疫情的老路上 这样老百姓感到不满 各地老百姓质问中央政府要放宽疫情管控 为什么你们还要加码 这是导致街头游行的真正原因 中国老百姓有表达不满和抱怨的权利 这很正常 政府可以通过这些游行了解到老百姓的诉求和愿望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人民有所乎政府有所应 但这一次外部势力很快抓住机会进行正式操弄 我们可以匆匆嗅到近些年来发展中 国家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味道 我所说的都是有依据的 有的中国人被外部势力收买了 问被谁收买了 答外部人士 问确确的说是谁 答我不能挑明 就是外部反华势力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人进行了分析 甚至指出哪些人操纵了 因为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 蛊惑煽动 比方说白纸游行 虽然是白色的 但也是颜色革命 因为白色也是一种颜色 问人们举着白纸 游行是因为他们被境外反华势力收买了 您是这个意思吗 答这是肯定的 否则一场普普通通的游行 不可能有如此严重的意味 我注意到法国媒体都进行了夸大的报道 这也是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 事实上 这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毫无关系 是有人故意把两者联系起来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企图 正如我刚才所说 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放在孙亲中最高位置 人民一旦有诉求和期待中国政府很快做回应 这是中央政府为什么要求地方政府准确贯彻20条措施的原因 今天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又提出了10条针对性的优化措施 这些地方政府对更好的落实此前的20条 有了更多的信心 这也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游行活动也随之消失 近期的游行 即便不是外部反华势力策动和发动 至少也受到的他们的利用 这些反华势力总试图把游行推向政治化 正如我在开场发言中所说 任何国家都不是完美的 任何政府都是有缺点的 对我们而言 我们的要做的就是改正缺点 而外部势力要毁掉中国 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问 您至少认为这些游行最开始是自发的 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 因为一些的地区的老百姓 对疫情已经厌倦了 答 的确 我认为最开始老百姓发起游行 是表达对地方政府 未能完整准确落实中央政府所出台措施的不满 但很快游行就被外部势力所利用了 我觉得只有第一天是真正的游行 第二天就有外部势力插手了 问你谈到的外部势力 他们是国家还是组织 是谁在背后支持 目的是什么 很难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到严密监控的国家 外部势力是如何能介入的 答 这些势力将中国视为他们敌人和主要的战略对手 你用了监控一词 这不准确 我们是在自我防卫 因为一些外部势力始终敌视我们 问他们是谁 答我不说具体是谁 是外部势力 你们可以自己想像 问是西方人吗 是与美国有关的势力吗 是国家 是企业 还是来自外国的中国反对派 答 有国家 有组织 中国的反对派没有那么强大 尤其是在国外 问 中国疫苗接种率是多少 中国有自己的疫苗吗 能开始形成了免疫屏障了吗 答 我们有自己的信使疫苗 巴厘岛的J20峰会前期 首款中国RNA疫苗 还获得了印尼的认证 当然 中国信使RNA疫苗上市的时间 比辉瑞和莫德纳完 没有机会占领国际市场 问 他得到了世卫组织认证了吗 答 这个我不清楚 疫情爆发以后 中国在五条技术线路上 积极推进30多款疫苗研发 我们有灭活疫苗 信使RNA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 重组蛋白疫苗 和减病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甚至还有西物市疫苗 两款灭活疫苗 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世卫组织认证 但欧洲并不接受 既然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信使癌 RNA疫苗 那就不需要西方疫苗了 关于中国疫苗接种率 在18岁至60岁的成年人中 接种两剂或三剂疫苗的比例 超过了90% 61到79岁人群 接种率为83% 80岁以上人群 相对较低 只有65% 问 这是否因为中国先为年轻人 接种 其他国家 特别是西方国家 则选择首先为老年人接种 这是为了确保年轻人可以工作吗 答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的速度非常快 通常研发一种疫苗 至少要10年 但这次只用了不到一年 鉴于疫苗的安全性 没有充分的保障 中国政府认为先给青壮年 接种更安全 对老年人则非常谨慎 此外 年轻人还需要工作 给他们先接种疫苗 是更好的 为了复工复彩 与中国不同 大多数西方国家先为老年人接种 但这两种方法都利弊皆有 问中国人抵触接种疫苗吗 答 有 特别是老年人 问 您接种的是什么疫苗 答 我在法国接种了辉瑞疫苗 我的很多同事 接种了中国灭活疫苗 和辉瑞两种疫苗 问 第一个问题 新冠病毒溯源调查 是否有进展 第二个问题 您刚才指出 中国一些地方政府 在防疫中有问题 这是一种很方便的托词 照您的说法 地方政府 同外部势力 存在某种默契 他们是想挑战 中央政府的权威吗 还是说 还是说地方政府 和中央政府之间有分歧 答 第二个问题更简单 我先回答 不存在什么挑战 而是一些个地方政府 没有正确理解 中央政策 他们有思维定势 没及时准确领会 20条的精神要义 问 是他们没领会 还是他们害怕放宽 而层层加码 答 有这方面的认数 一些地方政府 不确定自己 是否真正理解了 中央政策 以前的前政策 导向是严格防控 这次中央要求放宽 他们没有能第一时间准确的理解 关于第一个问题 事实上中方已经反复做出阐释 中国首先两次邀请世卫组织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 特别是第二次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世卫组织专家去了所有想去的地方 见了所有想见的人 看了所有想看的材料 专家组长表示他们对此溯源考察非常满意 考察的结论是病毒极不可能从中国实验室泄露 但美国人并不满意 应在造谣称病毒是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 要求世卫组织定中国进行所谓的调查 事实上 美国和欧洲早已在2019年年中就出现了新冠病例 2020年初 专家对美国和欧洲2019年年中和秋天一些病例 进行了回溯性研究 发现其实是新冠肺炎 10 问 10月份在武汉还进行了军用会 答事实上 早在7月 美国军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曾发生事故 随即被关闭 很快 该地区就出现了肺炎病例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肺炎是什么病 后来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在2020年3月份在会议上承认了这是新冠病例 武汉在10月份举行军用会 美国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我们知道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但你知道在那次军会上美国代表团的成绩是多少吗 问 不知道 垫底吗 答 一块金牌都没有 在奖牌榜上 美国都排到了30名开外了 这太奇怪了 问 当时他们的运动员都生病了吗 答 有五名美国巨人运动员生病了 由美国专机接回国 当时是10月份 两个月以后 武汉就发生了病例 我们知道 新冠病毒至少潜伏 潜伏期至少两周 我们总不能说 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病例 从而导致美国在军会上没取得好成绩吧 难道美国巨人一到武汉就也感染了 问 这么说是美国人把病毒带到了中国吗 答 你可以自行思考 然后得出结论 我指题目事实 问 我们下面换个主题 讨论俄罗斯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分别是什么 答 没有积极影响 只有消极影响 无论如何 中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 因为历史上 中国往往是战争的受害者 因此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 我们一直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危机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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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通电话时都强调了中国这一立场 问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支持 这种支持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也体现在拒绝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 之所以说有积极影响 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从俄罗斯低价进口了大量的油气 这算是相当积极的一面 中国一面反对战争 另一面要支持契略者 这如何解释呢 答 因为我们对这场危机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应当考虑危机的来龙去脉 抓住问题的根源 这样才能找到解决出路 但西方人不理解 他们仅仅抓住了危机的开段 即所谓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但是是什么导致的这场危机呢 其实你我都清楚 无许我细说 正是北约五轮东扩 引发了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担忧 普京总统也多次向北约提出这些问题 2008年 尚克齐总统和默克尔总理 都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但美国人却坚持 特别是去年11月 美国和乌克兰签署了联合声明 承诺将乌克兰纳入北约 这种挑衅彻底激怒了俄罗斯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 有人说 美国人并未诉诸武力 这的确是事实 但美国 欧洲 连华为都能视为安全威胁 难道北约东扩不构成安全威胁吗 我们必须诚实对待这些问题 你问到中国是否在支持俄罗斯 中国是保持中立的 我们反对使用武力 始终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危机 中国并未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物质支持 中国确实加大地对俄罗斯石油天气的进口 那是因为欧洲人不买了 问 这成为了意外的收获吗 答 并不是我们想要买那么多 问 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 中俄声明两国合作无上限 现在危机发生了 这种伙伴关系是否有上限 对中国来说上限是什么 红线是什么 这些限制是否改变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实质 答 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没有上限的 双方在所有领域开展合作 问 战争也没有影响到这种伙伴关系吗 答 我们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 中国都是主权国家 有权在所有领域进行合作 但这种合作是没有底线的 也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这种活着不是没有底线的 问 俄罗斯要有要求提供吗 答 俄罗斯没要求过 因为他们知道底线 我们看到 美国一方面 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谈判 另一方面却又停止 从未停止提供武器 这无疑火上交游 我记得今年三月底 俄乌双方都要谈成了 但马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破坏了谈判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都清楚不用我细说 想试想一下 如果三月初对双方达成 和谈达成一致 那么两条北西天然气管道就不会爆炸 欧洲就能重获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从而摆脱这场能源危机 破坏和谈符合谁的利益呢 你们可以想一想 问 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 如今俄乌双方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非常重视尊重国家领土主权的原则 这么看中国应该反对俄罗斯入侵 俄乌双方就顿巴斯克里米亚 乌克兰等地位问题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什么样的基础才是合理的 答还是需要分析这场危机的根源 双方在这场危机中都有各自的担忧和利益 俄罗斯有 乌克兰也有 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根源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 据了解 早在2014年 在顿巴斯就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 一个叫做伯涅勒 法国女记者拍摄了一部关于顿巴斯的纪录片 但在法国进播了 我们必须分析问题的根源 问所以呢 答所以需要真正思考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问同意 但目前可以具体的做些什么吗 答危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我们或许不再纠结于谁对谁错 首先应该回到谈判桌上 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谈判桌上商量 问领土边界问题也可以吗 答是的 也可以谈 或者就像你说的 俄罗乌克兰领土边界不容侵犯 应恢复乌边界 假如可以 但如何做到 乌克兰继续战斗到彻底打败俄罗斯 赶跑俄罗斯军队 然后再谈判 要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谈判了 乌克兰已经赢得了战争 问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如果我们现在在当前形势下 与俄罗斯谈判 就相当于接受了普京武力逻辑 通过 诉诸武力 甚至军事入侵来改变国家边境 实现自我满足 答这是问题所在 这就是我为什么讲 如果我们顺着一条思路进行的话 双方在今年三月份的谈判 基本就会出现成果了 问 但谈判失败了 答 所以现在应该首先坐下来重启谈判 问 化界原则不算数了吗 答 你们可以在谈判中探讨问题 只说俄罗斯侵犯了俄罗斯乌克兰的领土 但如果都不能坐下来谈 大家彼此如何对话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立场要前后一致 西方极力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但在其他时候 如当美军入侵伊拉克 阿富汗 利比亚 特别是在轰炸前拿斯拉夫时 你们表现的可不是这样 当时西方国家的立场如何 当然 法国反对美军入侵伊拉克 但在利比亚战中呢 因此一定要做到前后一致 如果你们维护 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就应该在中国台湾问题上 采取相同的立场 不鼓励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 问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外交 是一种制约还是一种加速 我看到明天将出访沙特 中国在这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有重大的经济利益 以前中国经常与俄罗斯在一起行动 但现在中国独自签署商业大单 独立开展外交活动 中国是否感觉到某种程度的解放 俄罗斯变得虚弱 让中国的视野与行动空间更广阔 答不是这样的 中俄在金砖机制 上河组织等多个不同框架下 开展合作 在这些合作框架下 我们共同行动 但这次访问沙特是一次中国的外交活动 没有必要邀请普京总统前往 问你们会同沙特签署石油大单吗 答这不是主要议题 中国早就与沙特签入石油合同 沙特也曾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此次访问是为了加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国世界的全面合作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于十几年前 但本次是双方首次峰会 由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的变化 双方认为应通过举办峰会来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这有利于世界的与DP地区的和平稳定 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问中国曾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是否与乌总统泽列斯基取得过联系 另外中国有没有可能像土耳其一样充当调停人 答中国在经贸领域与乌克兰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危机爆发前一家中国私营企业收购了一家乌克兰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 但遗憾的是乌政府又取消了该项目 问在在在在占钱吗 答是的 这给中国企业造成了高达45亿美元的重大损失 中国企业为了重启这家乌克兰的企业花费了很多 但乌政府在美国政府受益下好理由的取消了这份合同 借口仅仅是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成了一个框 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这有害两国关系 但即便如此 危机爆发后 中国政府还是向乌克兰提供了引道主义援助 我们视世界各地为我们的朋友 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合作关系 因此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有四点 一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到得到了维护 二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 三是各方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 四是一切有利于和平发展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这是我们完整的立场 问 关于中国当局与泽勒斯基总统保持联系的问题 答 目前我不认为中方有办法撮合俄乌双方 因为我们不是冲突当事方 关键是包括欧洲 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等在内的当事方 要展现出真正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 问 但将来某一刻还是希望中国从当调停人或者参与提供安全保证 这也是关键问题之一 例如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但会要求安全保证以避免俄罗斯未来的侵略 中国是否有兴趣提供安全保证 答 这要取决于何种方式 例如通过谈判 各方同意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是一种形式 还有其他的形式 比如俄罗斯和北约共同提供安全保证 这更有效也更方便 我们对此不反对 在该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 问 俄罗斯之前承诺确保乌克兰领土完整并签署有关协议 但是没有遵守 答 俄的做法的确有待商榷 它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该问题 问 您如何看待台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了半岛的工厂 拜登总统还亲自前往现场 如果您的逻辑正确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对中国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这样中国要过了美国的保护主义的壁垒 答 这对中欧都不是好事 因为美国想要垄断半岛体生产 这应是美国优先 是保护主义 另外美国强迫台积电转移 向美转移 这完全是强盗行径 台湾方面并不想转移 因为美国的人力和原料成本远远高于台湾 我认为美国工厂将不具备竞争力 因为其产品售价将高于其他的地方 一方面台湾保留工厂 另一方面中国也加快了追赶的步伐 中国没有高端光刻机 无法生产7纳米以下的高端芯片 这也是因为美国人阻碍荷兰 卖个我们 这不就是强盗吗 问 荷兰外交与发展合作大臣称 他不会理会美国 是这样吗 答 他说的是制造低端芯片的机器 中国自己就能生产 问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沙特之行 鉴于沙特之前拒绝美国提高石油产品的产量的提议 沙特是否在寻求摆脱美国控制和美国的联盟 您是否对此表示赞赏 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伊朗的国际局势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尔 是这一场美国和以色列 说这称这是一场美国和以色列煽动的烧乱 马克龙总统则称这是一场由 伊朗妇女发起的宣扬 法国等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革命 您对此怎么看 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 中国并不关心沙特是否要摆脱美国的控制 沙特是主权国家 完全有权决定本国命运 中国没有必要对其指手画脚 第二个问题也是类似 应该由伊朗和伊朗人民来决定本国的命运 外国最好不要干涉内政 一个国家如果无外部干涉 可以发展的很好 其实中东是民主的国家 就是伊朗 伊朗定期进行民主选举 其他都是君主制国家 你们应该感到满意 问伊朗虽然有普选但总是倾限于伊斯兰主义的候选人 比如上次总统选举就是来西胜选 而温和派多提前出局 答伊朗此前有过一个西方喜欢的温和派总统 民主就是强硬派和温和派轮番执政 这很正常 问你认为伊朗近期骚乱是因为外部势力介入还是内部危机 答我个人认为肯定是外部势力的黑手 你们总是说这是一场革命 是什么革命 其实就是颜色革命 问中国对此感到害怕吗 答我们不怕 我们有能力防御颜色革命的图谋 问大使先生 你好像很关注民主 但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选出来一位自中国共产党以外政党的国家主席吗 答我们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尽管和你们的不一样 但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符合中国国情 比西方民主的内涵逻辑更为丰富 我们不仅有选举 我们还有协商 选举后还有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当然我们的民主并不完美 但我们在不断的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完善 我相信全过程人民民主一定会发展的更好 更加得到中国人民的荣护 问中国有其他政党的候选人吗 答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里都有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士 因为中国除了中共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 他们并不是反对派 而是参政派 而是参政党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产物 其他党派党员均可以选人大代表 现一级人大是直接普选 现以上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 既由下一级人大代表选出 他们的选举制度和你们的不同 我们的选举制度和你们的不同 但你们也有间接选举 问关于中法双边关系 您能否确认马克龙总统明年访华 答马克龙肯定会访华 问是否有已经有异象的日期 答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们 因为还没定 问我们能对此访问有何期待吗 答我认为通过这次国事访问 双方就可以双边合作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 在多边合作等议题上达成共识 法国是在中国 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伙伴 问德国也是吧 答德国也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伙伴 苏尔斯总理比马克龙总统 首先访华 我们希望欧洲在国际事务 保持中立 而不是盲从美国 说实话也不合你们的利益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 做美国人的敌人是危险的 而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 问您对马克龙总统有没有和苏尔斯总理 连绝访华感到遗憾 答这取决于两位领导人 如果他们意愿连绝访华 那很好 分别访华也很好 问现在欧洲内部 尤其是在法德之间出现分歧 中国对此感兴趣吗 想加以利用吗 答中国对此不感兴趣 相反我们希望看到法国法德团结 团结 援领推动欧洲一体化 但目前法德的作用正在下降 问在欧洲内部的作用吗 答是的 问谁从中获利 答美国 问美国在欧洲获利吗 答美国虽然不是欧洲国家 但却是欧洲事务的玩家 问如果想要理解中国外交和经贸政策 就必须得置于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之中 是中美关系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吗 答完全不是这样的 中国自主制定对外外交政策 而不是由美国人制定 绝不能由美国人说了算 问 是否是根据美国的政策呢 答也不是美国的政策 问 说到这里我们想提一个关于中国中期计划的问题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以打破美元霸权为目标 是否将在沙特阿拉伯的实用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 或发展与亚洲地区的人民币结算业务 这是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吗 答 天下苦美元霸权久矣 其中包括欧洲 中国 比如说美国毫无缘故的对 一千多家中国企业和实体进行制裁 中国高科技企业都被美国政府列入了黑名单 受到了禁运和封锁 这种惰性 这种情况下 如果无法使用美元 我们只能使用人民币和欧元了 问 中国与沙特签署了人民币结算协议吗 答 双方已经有使用人民币结算的石油合同了 问 是否全部的石油贸易吗 还是其中的一部分 答 我不是很清楚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全部 可能是一部分吧 问 欧洲将中国定义为伙伴的同时也定义为制度性的对手 双方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 一方倡导民主和人权 一方则是中国的价值 您是否反对欧盟的这种对华定位 或者您认为既然中欧是伙伴 那是不是制度性对手也无所谓 我们是否将欧洲视为对手 你们是否将欧洲视为对手 答我认为伙伴 竞争者和制度性的对手 的三头定位 有博论 有悖论 是自相矛盾的 我这么说是因为欧洲一边把中国视为伙伴 一边又视作制度性的对手 什么是制度性的对手 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上处于对立的状态 在这些问题上 中欧之间不同 甚至是分歧都无法解决 任何一方都不能说服 另外一方 中国人认为 既然这些差异无法消除 我们不妨先搁置一边 不要让其成为我们合作的阻碍 可恰恰相反 欧方总是不停的拿这些问题来说事 严重破坏了合作氛围 况且正如我刚刚在讲话中所说 欧方拿出来说事的问题 都是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 问 比如新疆问题 台湾问题 西藏问题 民权 民主 人权 答 当然这都是中方的核心利益 也是中国的内政 我不认为欧洲人有资格插手 如果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即各制分歧 那双方合作的潜力和空间会更大 这对于中国人民而言 实在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欧洲人就是不明白 问大使先生 欧洲人更清楚在历史上绝大书的时候 即使不是全部的时候 国际关系都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 而国家实力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 由此看来欧洲对中国的不信任可以不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的一种致敬 中国凭借一条真正的中国特色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与非洲中东乃至欧洲国家的签署经济 政治协议在全球崛起 您不认为国际关系实力为王的原则吗 答 这种制击会导致什么呢 是冲突还是合作 如果是合作 那就很好 问一种受控的合作 答 受谁控制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不会侵蚀对方的利益 答 所有合作方都是受到控制的 这是为了确保符合本国的利益 问 有利于双方吗 答 对 有利于双方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与欧洲开展合作时对欧洲没有敌意 也没有搞什么三重定位 把欧洲当作伙伴 竞争者和 制度性的对手 欧洲彼时也没有把中国当成制度性的对手 然而中国共产党不是从今天开始在中国实现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 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70多年了 可为什么几十年前 你们不把中国当成制度性对手呢 问 关于刚刚提到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些倡议的进展如何 看起来有时令中国失望 尤其是在非洲与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发展关系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绝非易事 该倡议是否应是中国政策的重要方针 经济计划背后还有没有所谓的政治计划呢 答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建的重大合作项目 况且我们在计划上合作伙伴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通过14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也可以成为这一框架下的合作伙伴 问是比如意大利吗 答是的还有希腊 但法国没有签署 中欧之间还有中欧班列 连接了中国和20多个国家的欧洲国家 180多个城市 每年超过12000例货运班车来往中欧之间 我认为这是双方之间一个很好的合作项目 尽管双方没有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但这确实也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实施的项目 非洲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主要合作伙伴 实际上早在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之前 中非合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在非建设众多基础项目 论坛每两三年召开一次会议 因此中非合作已经建立了一套机制 如今有了一带一路的倡议 双方合作获得了更多的可能 问中国债务增加了 是因为中国比其他国家做得多 且即使增加我们也仅占了不到1% 而你们占了多少 大使先生 你了解法国吗 你认为法国发展的怎么样 如果不好的话 问题出现在哪里 在中国人民看来 法国很好 多亏了戴高乐将军 中国人很喜欢法国 问 认为自身是错误的 认为这是一种对抗的思想 是冷战思维 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 在印太人问题上 随着美国一发强硬 法国作为利益攸关方 参与了印太事务的意愿不断上升 中方的立场如何 你们如何看待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作用 等等吧 我都困得这么开眼了 这么长 将近了一个小时 四十多分钟